因为监院人士争议 高雄市长补选再度弥漫火药味 民进党陈其迈一大早跑行程的时候 被问到了监院人士案 身为同党同志 他自然相挺 看在国民党李梅珍言里可不以为然 抨击陈菊在担任高雄市长期间 被监察院调查总数达到58件 如果现在接掌监察院 岂不是校长监装中 监委同意权 应该理性的讨论 不希望说过多的这种抹黑 或者是计划对立 陈其迈临时更改竞选行程 但仍把焦点放在 蓝营杯葛成局的监察院长任命案 花妈过去在美丽岛事件以来 对台湾民主的贡献 这个都是有目共睹 尽管跟局系互有嫌隙 但毕竟为同党同志 陈其迈自然得相挺 但监院人士案 看在对手眼里不以为然 三分治理事政 七分培养派系 真的假的 接受广播专访 李梅珍提到自己在脸书上 抨击成局时代 高雄市三分市政 七分派系 他在加重语气 之前的市府的那个案子 现在都还在监察院 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 有点好丢严共奸的感觉 气暴案更是欠高雄市民 这些灾区的民众一个公道 剑指成局在市长任内 在监察院共有58案 包括三件弹劾 三十件纠正等等 蓝营火力全开 而同样不能苟同监院人事案的 还有他 哪有一个监察院改成总统提名 就他已经淹掉了 根本就是一个文子院 提名方式 跟所谓提名的人选的结构 可以谴责 披上民众党战袍的 清明党吴一正 当然得搭上时事 不仅所批绿营 也趁势右凤蓝营 民众党选择走中间路线 高雄市长补选 绿营平走基层 淡化班师回朝政治位 蓝白阵营不止营造弱势氛围 似乎在借这波 监院人事争议 试图扭转劣势选情 借高雄自我报道